大家好 我終於拍vlog 我終於肯拿出相機 我剛剛上載了一條新片 大家未看的記住去看 是一個homevlog 而且是20分鐘長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相信 但如果你們看完的話 我今天帶了個笨 是因為我剛剛洗完臉 因為我不想娶 我覺得很漂亮 沒有的 只是輕鬆拍一下vlog 又或者 好了 沒拍過影片 我對上一次拿了一部相機 是上星期 因為我本來上星期打算拍一個 的vlog 但是我覺得相機 有點令我分心 因為我經常都要看著 鏡頭 所以這條影片永遠都不能播出 今天是星期 21點乘以 我爸爸媽媽已經睡了 其實我還是等他們睡了 睡覺才會拍影片 因為我免得令他們尷尬 然後又令我尷尬 我還沒進入主題 其實我今晚想 塗我的指甲 因為我現在放暑假 我還沒睡補貨 因為學校還沒安排 我們做 暫時都可以 算是放暑假 首先 從之前呢 我就想拍一個 迷你的Hall 給大家看 我們整家人去了 童話灣逛街 去了 慘了 我剛剛問了我爸爸的 商場名字 我現在忘記了 我記得了 我們今天去了黃室寶 逛街 我以為黃室寶 是一個 賣蟲蟲的地方 那我就 買了一點點東西 首先 我去了Sephora 首先 我選了這個 Benefit Hoola Bronzer Dande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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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nkel Highlight 總之是一個 Hightlight 好的原因 雖然它很小 但它還有一塊鏡子 它就包了掃 這個就是一個 Hightlight 超美的 是這隻 玫瑰金的 Hightlight 我覺得是 塗上了很自然 而且它很 Picmented 塗上了一點點 就已經很亮 Benefit的Hoola Bronzer 是最出名的 所以我就想嘗試它 其中一個collection 剛好我需要一個新的Hightlight 第二個 我就買了這個 洗掃 和洗化妝棉的cleanser 它裡面有這個 Silicon的東西 給你拆 還有一塊 有一個 肥皂 最後就是這個 Mask Sephora Collection 是一個 紫色的 Clay Mask 它不是那些 Pill Off Mask 它是要用水洗的 我也有類似這些 但是我想嘗試用不同的品牌 我覺得它很可愛 因為它有其他不同的顏色 除了自食之外 好了 接著就是 衣服 其實我不是買到很多衣服 我買了四樣東西 首先去了Vigo 買了兩對襪 這個就是 印著這個 32WK 還有這個 寫著 Like Fluffy Pillow 印在上面 然後 我去了 Pool & Bear 其實我今天買了兩條褲 一條就是 這條長褲 Mom Jeans 它吸引我的原因 是因為它 是爛的 是爛到七彩 我很喜歡爛褲 所以我有很多褲 是不適合學校的Dress Co 第二條就是 這條超級高腰的褲 我很喜歡穿高腰褲 因為我身體最安全的部分 就是肚腩 高腰褲就可以遮蓋我的肚腩 令人有個錯的 就是我一個身形很標準的女士 就可以縮到肚腩 而且它長度比較長 你就可以這樣摺起它 很容易襯衣服 還有它有個褲袋 沒有褲的褲 簡直是褲一千分 我真的很討厭褲是沒有褲袋的 我忘了給大家看 其實我在Pool & Bear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Daisy的耳環 我覺得超漂亮 而且它是金色 因為我覺得金色的手飾 是比較襯我 多於銀色 我想說 我現在很少戴耳環 雖然我有整個季 是裝滿耳環 不是沒有戴過 但是我最近很少戴耳環 一來我沒有外出 二來我外出就不戴 因為我一外出就會敏感 腫了 有流血 然後又要清潔這些 我免得化 所以我索性不戴 但是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給那個化吸引 OK我們可以開始 油脂甲油了 油脂甲油 其實明天我就沒事做了 因為我本來明天要補習 但是我掉了星期四才補習 所以明天我全天是free的 明天我已經想好了做什麼了 所以我就想收拾一下我的房間 因為我書桌也挺亂的 因為上星期溫完書之後 東西都丟了四處都去 其實我已經收拾了一點 就是可能搭好整齊的文件 分類 但是我還沒真正去收拾好東西 明天就要做這個 但是我剛剛收到學校的條件 還有一件好看的 而且其實我有很難打算 我剛剛收到學校的條件 我剛剛收到學校的條件 我有點看過 然後又看到我個人很喜歡 我剛剛收到學校的軟件 那我剛剛收到學校的竟件 通告就是我們星期三回學校清洛卡和清櫃筒 但問題是我們要穿校服 穿校服不是問題 我昨晚那麼辛苦才游完這些指甲 有90%我要拆掉 即是要remove 而且我星期三回學 所以我都可以vlog給大家看 都算是一個last school day 就是form 5的last school day 都順便拿了相機 都不理會 上次三月份那時候 都回到學校拿書 來溫習和做溫習 但就穿casual wear 但不知為何今次就要穿校服 我想說 現在是差不多3點多 所以太陽是最曬 待會4點多5點就更加曬 因為我們這裡西斜 我待會應該也會沙山窗 因為真的很曬 現在拍不到4點半 我剛剛才打完兩個小時 我現在就想收拾一下整間房間 但我不收拾我的桌子 因為我桌子算是最暖的一部分 今天其實我想針對我的衣櫃 還有我下面有個櫃桶 裝著內褲啊 襪子啊那些 那個櫃桶都很暖 所以我應該會先收拾櫃桶 不過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前段 這個就是櫃桶 是超級無敵暖的 那首先這裡就是我底褲 最旁邊 然後中間就是那些白色蜜 就是上學蜜 然後最旁邊 最右邊就是我casual的蜜 不是說很暖 不是說所有東西都是一對一對 但它們都分開 有一對出街蜜系列 但有很多蜜我也是不穿的 就是這雙我現在不會穿 但我照擺了出來 好 首先我應該會先收拾底褲 那我小時候其實我媽媽教我 就這樣收拾邊摺 然後捲下去 然後把下面這一部分 摺進去 就有一塊波 好像在Pinterest還是上網看到 我覺得這個更加省 就這樣對摺 然後再向下摺 就已經摺好了 那我現在就把所有底褲都放出來 然後再整整整這樣動起它們 好 下一個 我要收拾5蜜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有這麼多地蜜 但我經常都說我很少蜜 我還有一對是 我之前同軍的蜜 但是我是自從少了之後 我就沒有再用過它 所以我也不知道 維持不維持它好 我應該現在要拿開所有冬天蜜 然後重新排過 我穿了一個全新的HOMEE APRON 我記得好像在HOMEE APRON 那時候 然後我叫我媽媽買多一條圍裙 因為我剩下不見了 然後她就買了兩條 三條這些圍裙 然後有一條凸了出來 然後我從事 就放在這裡 機道現在還是沒用的 但是我也打算保持它 如果我在家煮飯的話 可以攬住這個 如果有師妹想要的話 可以來contact我 可以IG direct我 稍微喝酒 這對手蜜 這對手蜜啊 這就是超可愛的 啊~~~ excuse me 那麼我已經收拾完櫃筒 現在就要收拾個衣櫃 其實我已經幾個月前都收拾過了 本身T恤應該要跟著顏色來排 因為我個人直接穿衣服後 他就這樣扔在那裡 我免得麻煩他叫他按顏色來排 所以我就沒有出聲 所以有其他顏色都不是跟著次序來排 有一點點韌眼 然後短褲也是同一個道理 剛剛上來的褲就放在臉上 所以我就要弄一弄 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要撿一撿這裏 應該很快就可以KO到衣櫃 如果有時間的話 應該會弄我家裏的衣櫃 家裏衣櫃應該是嫩一點的 是嫩很多 這裡是雜邦的T恤 其實本身一套的就要放在這裡 但是我個人直接就放在這裡 所以我就要自己弄好它 它是唯一的唯一 它是唯一的唯一 唯一的唯一 唯一唯一 唯一 我沒有想要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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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在這裡 我沒有想要失去 我在這裡 在這裡 沒想要失去 we'll spend nights cheap red wine look at flats even though we can't afford them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will you stay even when you wanna walk away when times get bad we can learn to love what we have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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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沖完了 現在給大家看看我現在的房間是怎樣 首先由對門開始 剛剛也看到了 我就是似了這三個 其實是Postcard來的 但我不會亂用 我都不捨得用那些Postcard 所以我就想貼在對門上 就來到衣櫃部分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 我純粹都是跟上個色例牌 但這樣看上去是舒服很多 這兩個就是家裏衣服 第三個就是一套的 下面有些比較大型的毛巾 還有我的褲 最後就是有些抹手毛巾 還有其他衣服 還有其他衣服 OK來到書桌 這裡我裝了我的梳 然後這個是Waxing Trips 我超級沒碰過它 我只是碰過它一次 然後我的面膜就先放在這裡 但其實還有這盒東西 這盒是Edge Toss 我不知道放在哪 因為我怕擺在這裡 燈子會直接射到這個 然後就會超熱 所以我就先放在這裡 還有手霜 Body Lotion 然後這個雜筆 但是我就把它們凍起來了 好像很整體 然後就是我的MacBook 這張桌子是完全沒有書 我已經吸過一次塵 現在我點這個蠟燭 就是Bat and Body Works 然後這個就是我耳彎 還有我的文具 然後就是我的書 不詳細說 那我的印刷 終於也沒有書 是不是很乾淨 這個是我的M袋 但是我先放在這裡 因為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還有一個長一點的腳架 因為我剛才是拍一些衣服的Close-up 然後就是我的櫃桶 這個 終於也是放書 因為如果大家剛才看到的話 這裡是完全沒有一本書 是只有一疊子 文具 雜不能的東西 完全是不會用到的東西 首先這裡就是有些補習檔 還有一些學校的功課 先放在這裡 因為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用 但是我溫習的資料 就是在上面的櫃 Oh Hi 這裡就是一本寶 就用來寫我私補的時間 然後我的鏡子 這個Samsung 不知道什麼 PAT 什麼A 不知道什麼 總之是Samsung的iPad 然後 這個就是一個Cinemoto的file 用來夾文件 下面其實是一個BTS的Summer 糟了 這個是什麼 類似Summer Collection 糟了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但是 它是2018年的 但是我就keep到現在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月曆 應該是一些yes card 就是扭的yes card 對 扭yes card 然後換回來 但是我是 完全沒有用過它 因為用來佔著沉 整個搭紙這樣遮住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 怎麼留意過它們 最重要的就是 要一盒紙巾 這裡應該也是 其中一個重災區 哎呀 開給大家看 首先 我的內褲很整整地 搭起它們 然後我學一下 那些襪子 前面就是短襪 就是夏天穿 後面就是 一些長襪 對 我放在後面 那就方便一點 然後這裡就是我的短襪 我經常穿短襪出街 後面就是一些長襪 我很少穿長襪 除非是穿 BOOT 或者Specific 一套衣服 是想搭配一對長襪 其實我房間 就差一點 就真的 完整無缺地做得好 就是整理好 其中一個就是搭這個衣� 這個衣櫃 這個衣櫃也有很多雜物 因為我放了追星的東西 就是放在裡面 因為可以遮住 還有一些袋子 都是放在裡面 大家都看到 我房間真的沒有什麼櫃 唯有放在這個closet上遮住 那就 不會有人看到 今天是星期二 我打算下去超市走一走 我剛剛塗完護膚品 我打算刮條尾 脫掉戒 然後換一套衣服 我現在很餓 因為差不多3點了 但我打算去完超市才吃東西 其實去完超市得來 都差不多4點了 所以都差不多要吃晚飯 回來了 剛才我沒什麼拍過 那我現在呢 就做一個grocery hall 那我每天就買了橙汁 然後就買了一塊牛油 因為它想焗sugar cookie 但是我們還沒買一些材料 所以今天是焗不到 然後我就買了兩個牛油果 因為我超喜歡吃牛油果 然後我買了一盒菠菜 因為我等一下會做我們的午餐 雖然現在已經4點半了 然後就買了 instant oatmeal 然後買了檸檬 然後就是baking soda 因為這個Recipe叫baking soda 然後最後就買了這個 我知道的飲料 明天的 原來我星期四才補習 所以我可以明天先做補習功課 既然我不用做補習功課 其實我打算去練一下新的kpop dance 因為最近有很多團都comeback 然後有很多新歌 我都超喜歡 唉 唉 不知道啊 我今天好像過得很廢 辛苦了 有3點多才起床 5點才吃完飯 然後也不知道幾點睡覺 HELLO 大家 我回到學校了 我終於是很早回來了 我昨天沒有人 所以我才夠膽放我機 因為剛才入了學校 然後他說可以入 但因為我等著一個朋友 所以我就多站一站 現在是多少點 8.53分 我真的很久沒戴錶 我平常出門是不戴錶 但我回學才戴 OH MY GOD 有車來的 OH MY GOD 我現在是背著別人 好尷尬 OH MY GOD 我這樣做真的補充了 那我回家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說 其實本來我打算跟一個朋友去拍照 因為他去外國讀書 那我就一抽二等 我又不想找一間餐在這裡坐下 而且我的電話沒什麼數據 但我真的很想跟我的同學拍照 而且我也想見一下我的朋友 健康一定要放第一 所以我剛才在巴士上想 就是我這樣會不會真的遺難我的同學 我的同學會不會更加不開心 我剛才基本上是拿不到我的相機 因為我相機放在我的書包 加上我扶著他在這裡 就是我扶著他 我會完全說 但是這裡好像不可以拍照 但我沒有理會 我放在旁邊 可能這次這條Vlog真的很悶 純粹都是記錄一下我 這幾天在做什麼 我知道現在最近很多人都很depressed 我身為學生 那四個月上來 其實我是真的很depressed 沒有心情去播劇 沒有心情去玩 甚至是沒有心情去做功課 然後我是真的要用很多很多時間去習慣上ZOOM 然後現在又要回到這個狀態 其實本身 我本來打算補課是真的可以回到平時的樣子 就是大家又是穿著校服 又是很開心 在那裡上課 然後又很辛苦 雖然很搶很辛苦 但是因為大家都在 就是大家互相support each other 但是現在又第三輪 又要再習慣多一次想ZOOM 其實上學最開心就是看到同學 但是現在連一點點快樂感都沒有 我說了這麼多悔氣的話 因為我很感激我有多一個平台 可以express我的感受 希望大家都不要那麼負面 適當的時候就休息一下 或者找一些新的興趣去做 可能大家一起開youtube channel 藉著這個被迫落在家裡的機會 可以更加了解多一點自己 作為兒女的我們都要多一點去問候我們父母 面對這個疫情 仍然都要出街 因為我兩個父母都不可以home office 所以要更加去關心一下他們 如果你們的家人是home office的話 都要多一點去關心一下他們 就是他們的home office都很辛苦 我小時候沒有都home office 整個星期開OT 很難去分開休息和工作 所以成人是特別辛苦 所以我們要更加去關心他們 最後一句說話就是加油 我們一定會在街上隨後集合 看到大家的樣子 那我剛才應該在下午 熄了一遍 就是沒有再錄 我記得了 我那時候是坐在這裡跟你聊天 然後到現在都沒有update你們 那我打算 整天都在這裡剪圈做功課 就是做保守功課 然後我結果四點多 睡了兩個小時 然後現在差不多十點 我才開始做功課 然後最重要是我沒有剪過片 其實我想結束這條片 因為我忘記了結束 很感謝大家進來看 而且看到最後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BYE